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小女孩得到月亮的祝福成为月亮公主的故事 话说在很久以前,在古老的月亮山谷 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她肌肤经营剔透 心灵纯洁无瑕,省事着大自然的溺爱 一次在月光之下,月亮女神用山谷的魔法祝福了她 赐予了她一件非凡的礼物 一件名为月亮之地的项链 从那天起,她成了月亮公主 长大之后,公主嫁给了山谷中的副公子 可结婚当天,单纯的公主才发现 自己的丈夫,甚至是自己的父亲 都是等着她嫁人,从而得到她手里的月亮之地项链 这日,月光普遮大地,月亮女神不曾在公主身上 用强大的自然魔法,下了一个末日诅咒 惩罚月亮孤里,贪婪了人类 从今以后,人类将陷入没落 直到第五千个月亮升起,新的月亮公主诞生 月亮山谷的诅咒才能解除 如果人类依然贪婪,月亮之神将把人类送入世界末日 让他们永远沉沉沉于黑暗之中 从此之后,月亮公主不再有魔法 月亮之力项链也随之消失在月色中 我们的女主玛丽亚本不属于月亮谷 在父亲去世之后,她被迫送往月亮谷的叔叔家寄养 父亲除了留下一本书,什么也没有给她 此时的月亮谷早已失去过往的光辉 变成了一座没落的城堡 然而住进城堡之后,玛丽亚发现怪事接踵而来 叔叔的钢琴在她面前自动弹色 白天一头凶悍的黑狗总是在森林中保护着她 夜里,透过窗户,她总会见到一匹白马的影子在召唤自己 玛丽亚询问叔叔月亮谷过往的历史 叔叔却只可不提 直到翻开那本记载着月亮公主传说的书 玛丽亚才在书中找到黑狗和白马的踪影 仆人偷偷告诉玛丽亚 只要下一个月亮公主才能看到白马 她很可能这是传说中的月亮公主 玛丽亚根据书中的记载 推算出,祖座中的第五千个月亮正是下一次月亮出现的时候 当天晚上,玛丽亚在梦中见到了月亮公主的住所 第二天,她前往月亮山谷 果然在洞中见到了公主 公主告诉玛丽亚 下一次月亮出现 如果没一个善良的女孩前往月亮屏 整个山谷都会被月亮给吞噬 玛丽亚惊慌失措的从山上赶回来 她将所有事情告诉了叔叔家的仆人 而且在墙壁的油画中发现了月亮女神的秘密 在夜色来临的时候 这一次的月亮果然比任何一天都要大 玛丽亚不顾叔叔的反对 按话中的指导 跟着白马前往月亮谷的山上 在森林中的老树下 果然见到了画中的树洞 而月亮之地项链 接到月亮女神石下的脖子上 玛丽亚带着项链 继续跟着白马走进山洞 当夜色完全降临之时 第五千个月亮已经冉冉升起 叔叔和黑山家族的人 早已在这里等候着世界末日的降临 两人再一次争夺 玛丽亚舍中的项链 玛丽亚劝告两人 如果还不放下贪婪 世界末日就将真的降临 到时候水也活不了 最后玛丽亚尝试着将项链 扔到大海结束诅咒 却发现项链碎成珍珠 再次飞向她 点缀在她衣服上 发出闪耀的光芒 最后玛丽亚带着珍珠 一同跳到了海水里 希望如此结束月亮的诅咒 当所有人都以为 玛丽亚成了献祭品的时候 在月亮的强大引力之下 海中掀起的滔天巨浪 潮水孕育出无数奔腾的白马 玛丽亚竟然在白马的帮助下 重新从海里走得出来 她也终于成了下一个 被月亮女神祝福的女孩 两个家族也因为玛丽亚 宏贵于好 月亮的诅咒也终于被解除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每天一部小电影 欢迎大家关注 本的作品来源 英国电影月亮屏的秘密